薄熙来案神力已经完毕了 那预计本月有可能会有宣判的刑期的结果 而远在美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薄瓜瓜 薄熙来之子又开始他的学习生涯了 据了解8月30号的晚间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搞的一场聚会当中 有人就拍到这个照片当中的薄瓜瓜 是与几名学生一路一边聊天 一边走到这个聚会的会场 然后在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薄瓜瓜是一边喝东西一边的和自己的朋友进行交谈 照片当中看到他是穿着白色的衬衫 而且手持饮料 满面微笑和倾听面前女子的谈话 似乎是没有受到父亲在国内发生的这些受审事件的影响 对 之前我们其实就看到在哥大的网站上面 法学院的名单上面就有薄瓜瓜的名字 但是那时候大家就还想说 还是有可能有这个聪明的机会 到底是不是他呢 现在呢有照片出来了 表示他已经开始出现在一些学生的聚会活动当中了 那这个对 就是他没有办法回到国内 所以这个继续在海外 维持他的这个 法律的研读的一个生活 学生生活 你有没有办法回到国内的学生生活 有没有办法回到国内的学生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